這個阿強叫你吃什麼 你就不要吃什麼對不對 我很怕阿強沒有叫你吃 你自己跑去吃 阿強沒有叫你吃 然後你吃完還直播說我有吃 然後阿強說我又沒叫你吃 你幹嘛在這裡吃 今天這個行為 他今天在立法院這些行為 你說沒有人叫他去做 那他搞這一套幹嘛 張陳玉珍去張陳玉珍去調 也叫他都沒有關係 像是在說阿強的中共的媒體 對 去盯著那個政論節目 照小粉走這樣 那整個一定有說到國民黨嗎 沒有 我們的這個所有的 我昨天看了所有的政論節目 沒有任何一家講到國民黨 在講那個中共官媒的時候 沒有任何一個人講到國民黨 但是有說到陳玉珍的中央政府 那是早週回去跟 他的中央政府是白癢 但是陳玉珍 我再講解讀一下昨天的陳玉珍 你看陳玉珍昨天是背背包 對 老人家整身久了 立委什麼時候才會背著背包 老人家整身久了 要跑路的時候 就是趕來的時候 過來的時候 不然照得你是不是 那個包包會放在辦公室 包包先拿去放之後 要怎麼樣怎麼樣對不對 他不是 他是這樣包包牌 他從金門來嘛 他來從金門來都牌一個包包 沒有錯 包包整身久了 走來很急 真的很急 那時候如果沒有參加就不知道會怎麼樣 今天許曉鑫這場也是 許曉鑫這一場不是路過 他是通知媒體他要直播了 還帶他去找 他去找也要去找 對不對 要去找 所以我覺得他們 許曉鑫你說 他這一個到底會不會聽阿強的話 他說阿強叫你吃什麼 你就吃什麼 可是我再講一遍 我最怕的是阿強沒有叫他幹嘛 然後他就幹嘛 第二 阿強你現在一定要看我們這個節目 許曉鑫說 不是阿強說叫他幹嘛 他就幹嘛 趕快回去跟那個習近平講 說這許曉鑫這樣說 就類似今天那個朱鳳蓮講什麼 朱鳳蓮講說 什麼台灣那個媒體說我們在控制什麼台灣的政論節目 不是 台灣如果是中國的一部分 祖國控制台灣媒體是剛好而已 代表你們管不到台灣 你如果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們就可以管得到台灣的媒體 你現在管得不到 朱鳳蓮已經說了 我們沒有管 代表你們管不到 在這裡再舉報朱鳳蓮 朱鳳蓮你這樣說習近平可能也不開心 因為本來可以管台灣媒體 給你說一個好像管不到 朱鳳蓮厲害 現在國台辦的發言人會越來越少 阿苗 就是說在這一個領域上面 我們是有看到有一派的媒體節目 他們在做是說 哪有可能老共這麼厲害嗎 我們做政論節目是由我們的思想跟主張 我們怎麼可能他叫我這樣我就這樣 我想說那你他們有沒有接觸過 他怎麼知道不可能 我不曉得 因為有一些節目他們的走向 稍微的確是超出我們的思考範圍了 那再夾著講是有關於國民黨的這個心態 以前是反共對不對 現在有反共嗎 可是你看到有一票人陸陸續續 什麼兩岸海峽論壇什麼 反正他們交流他們都說交流 他們就要去就對了 去了之後回來之後我們發現 好像有特別賢命有獲得一些指令 但是徐曉信就講了 不可能叫我們吃叉叉我們就吃叉叉 孤立強聽完之後還大笑 那剛剛川哥不是有講嗎 他們就是不叫你吃什麼你還吃什麼 那才是讓我們覺得就是說 國民黨的這個心態我們會比較擔心的那一塊 這個之前藍白還在講說糟糕了 國會的這樣法案一弄民調都下降 對 本來藍白還覺得自己是60% 結果現在已經下降到藍加白還小於綠 那我在這邊 他們的不滿意度是百分之將近60 我在這邊跟他們講一招 如果他們照我講的做 應該民調有渴望起死回生 就是因為今天剛好是賴清德總統 公佈立法院職權行司法生效 那大法官還沒有表示說 是不是做暫時處分 所以如果黃國昌此時登高一呼 號召要成立 中共滲透台灣媒體調查委員會 我相信立法院就有機會來證明自己 真的是為國為民要來好好調查案子 對 因為現在就是我們是不知道真相的人 以及可能有人知道真相的人 那我們是不是來好好的了解釐清 到底是哪一個媒體 然後他們是怎麼樣跟中國有商業的利益交換 我們滿好奇的啊 因為你知道黃國昌對於很多事情細節他都是要求的很足夠啦 包括說雞蛋他還要數到一顆一顆都不能少 就還數錯 就不小心數錯就買萬顆 過去2012年的時候不要忘了他是如何的初到起家一炮而紅 反紅媒 對 2012年反旺中反紅媒 是讓國昌老師變成了無數青年導師 無數少女夢中情人的經典的一個戰役 這個時候他如果說重新又扛起這個反紅媒的大旗呢 然後呢在立法院裡面邀請國民黨邀請傅昆綺 然後我相信他邀請柯建民總召的時候 民進黨也沒辦法拒絕嘛 所以我們成立個調查委會來調查 現在中共滲透台灣媒體滲透到怎麼樣 我相信他會得到大多數國民的支持嘛 剛剛前面討論這個徐巧新 我是覺得說 其實徐巧新的問題很簡單啦 就是說如果我們每天在家裡面 有鄰居跟我們處不來 鄰居可能對我們真的有意見 有天早上去上班一開門 反而怎麼鄰居站在門口 社區的走廊公共空間 他就說這個公共空間 大家不能站嗎 可以站嗎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一般正常的人 就想今天吃了所以就從旁邊離開 因為我趕著去上班 趕著做正事 徐巧新就是在幹這種 在立法院裡面 就像社區在公共空間裡面 一直製造聲音 然後一直去干擾鄰居的 這樣子的一個存在 那雖然這樣的存在 讓我們看了覺得很延期 因為說每個月領20萬 結果在立法院裡都在做這種事 不是 因為今天早上有委員會吧 是不是 如火如荼嘛 他現在放著正事不幹 然後領的薪水 然後他就在 我就是來賭你的 這樣 這個如果說用他們中國的話講 這叫做槓精 槓精 就是抬槓的槓 專門來跟你抬槓 抬槓到出神入化已經成精了 槓精 這個 一打槓就要吹起來要抬槓 每天就是要早點吵架 因為早點吵架 他又鞏固他在深蘭當中的地位 對不對 那雖然說看了 覺得說怎麼每個月領20萬 每天都在幹這種事 但是請大家特別注意 他這個製造花編的同時 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正在發生 對 比如說他去堵在門口 其實裡面民進黨團 在講視線的理由 對不對 對 徐曉欣就用那一支 100公分的尺 把民進黨團視線的理由蓋台 大家都沒有看到 對不對 然後另外陳玉珍 對不對 他昨天去 開始吵架了之後 大家都還忘記說 那昨天講的這個媒體 到底有沒有被中共滲透了 這個有沒有什麼具體證據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可能就比較疏於討論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到 這些人 藍營的立委 在立法院演那麼大 我們再問他一句話 請問你實際上提了什麼法案 你實際上提了什麼法案 你今天告訴我們 國會調查權很重要 現在遇到的這種紅媒滲透 你怎麼不調查 你問他這個問題 我相信他們是無法回答的 好 來我們來看基隆的部分 因為基隆 這一些拆糧團體 他們真的是滿辛苦的 他們沒當沒牌 就是因為有一股愛家鄉的熱忱 但是他們選擇說好啦 那基隆感覺上差不多該簽的都簽了吧 或者是說有一些漏網之餘 是不是可以透過通勤 譬如說轉運站或是在捷運站 他們希望吸引更多的基隆人 所以他們跑到了台北市來 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是簡書培議員 他就說他了解到的狀況是 拆糧行動在基隆接不到路權 所以只好到台北的客運站 中校東路 像是中校敦化捷運站等等的 他們去進行連署 可是呢 警察來給他們看 這不行 然後甚至他想要了解說 不然你是什麼人 新聞就拿出來 那我請教吳征 可以這個樣子嗎 就是說 我又沒做什麼事情 罷免不是公平權嗎 那如果說這是我是合理行使 我的公平權的話 警察憑什麼可以來騷擾 這是看到一個 很明顯違反比例原則的警察執法 因為這事情發生在 大概6月20號的時候 當時候有一些 這些拆糧的志工 他們在台北市收集連署書 那因為我們知道基隆市民 很多是來台北市上班工作求學 所以所謂通勤族很多 他們大概到這些交通熱點去 就是宣傳嘛 我們是山海拆糧公平行動 我們在收集這個連署書 如果是基隆市民的話 希望你可以來支持我們訴求 一起來簽這個連署 那撇開這個裡面的政治性不談 我們就說在路上來問你說 是不是你可以留下資料 這種行為很多 包含說NGO 例如說這個國際人權特色組織 環保的啦 北極熊啊 我們在救北極熊 我們在金垃圾 我們在救援國際的政治犯 是不是可以來留個資料 支持一下我們呢 或商業的行為也很多嘛 路邊說先生這個保養品要試用一下 留個資料等等等等 那問題今天出現在這個狀況 就是我們看到 好警察說 因為有人在這邊收連署書 有人跟我們報案了 說這個來騷擾 那我就覺得說 警察說那有騷擾行為 我們就要出動嘛 所以我們來現場調查 身份證字號留下來 什麼人是不是可疑人事等等 但問題說 同樣的執法行為 那有現在出現在其他 我們剛剛講這些樣態嘛 對不對 這些NGO公民團體在路邊 也是一樣 希望找人來支持 甚至小額捐款的時候 警察有去干擾他們嗎 有上前做身家調查 有叫他們留身份證字號嗎 事實上都沒有嘛 那今天到底 如果你要去對人 叫他交出身份證 等於是路邊一個盤查 零檢 甚至要留資料 事實上這對人生 我們基本權力 已經到達一定程度的侵害了 你必須要有相當的證據 例如說檢舉人 要是不是有一段影片 說有一個人一直纏著我 等於要根燒的程度 支持一下霸良 支持一下霸良 不要不要 支持一下霸良 放他不肯走 那這樣的話當然不行 警察要來主持公道 問題是有嗎 如果沒有這樣的證據的話 那警察這樣子做 是不是你本身 例如說受到一些旨意呢 或者說你覺得 我差點這個好敏感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嚴格的 趕快去壓制他 那這樣的話 事實上都有政治的因素 在裡面 所以這件事情 我想跟我們剛剛 這事情拉在一起講 就是說我們看到現在國民黨 做了非常多的政治操作 包含說 現在是台北市警察 是不是 你某種程度 會不會是因為蔣灣執政 是國民黨的縣市 謝國良也是國民黨的 是因為這樣 所以不論是上面有受益 或是基層員警 是不是自己有一些判斷 你因為這樣政治的元素 所以去對市民朋友 有一些不當的侵犯呢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 我們看到在今天跟昨天 其實社會上討論很多的事情 包含說是不是中國的手伸進台灣 影響我們新聞自由 是不是在直接干預我們媒體運作 包含說我們這個 現在大家很重視的憲政的爭議 國會擴權法案要申請示現 那我們看到國民黨不只是 在這個拆量的事情 現在看起來要出很多部分 淡化這方面媒體的聚焦 同時也要去壓制收集聯署書 另外在一些他們不想要 得到社會關注議題上 包含中國紅色勢力滲透的問題 包含這個視線違憲的爭端 他們都無手不用其其 用各種方式 要去把社會焦點整個帶走 我們看到昨天是陳玉珍 近來民進黨黨團的辦公室大鬧 你為什麼點名我 你為什麼點名我 然後今天是徐小新 拿一個捲尺在那邊 量距離一公尺 我看到那個畫面 其實真的有點驚呆 想說這怎麼會作秀到這種程度 所以坦白說 我是覺得這很遺憾 就是說在瘋子的國度 正常人才是那個瘋的 那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社會上 失去脫序的行為越來越多 那事實上會影響到 整個社會的品質嗎 那在立法院裡面 現在看起來 這種豐言豐語 壯士瘋狂的立委 越來越多 以前是可能都覺得 以前沒有這麼失去的委員 像一個陳玉珍不夠 今天要徐小新 但是在這些吵吵鬧鬧瘋瘋瘋祸之中 我們社會有得到任何有用的資訊嗎 本來應該討論的我們國安的議題被犧牲了 本來應該討論到憲政的爭議 民主深化過程被犧牲了 所以我很遺憾 就是國民黨為什麼在這樣社會重大關注爭議的時候 都沒有任何去論述出自己的立場 反而是一直有這些作秀的行為 把焦點帶走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遺憾 我們都覺得說 在這個事情罷免 謝國良是要冷處理 是要低調 是盡量沒有新聞 就是好新聞 可是貓貓 你又跑了一趟基隆 對 你去學人家什麼 罷免國良 基隆藥牆在那邊洗地的時候 你是幫忙直播是不是 還是你有幫忙洗 我也有洗 你也有洗 因為這不是我學人家 我跟你講我在八年前就玩過這一招了 八年前什麼事 那個支持同婚 對 我支持同婚 然後後來就是 很多人就是要玩這一招的時候 都會問我說 我當年是怎麼洗的 然後都會去來諮詢我的意見 然後就是這一次就罷免人家團體 他們就是學會之後 他們洗了一個禮拜 然後在上個禮拜六就問我說 他們有在洗 半夜要不要一起去 我就說好 這個就是我本人 半夜有幾點鐘 這個大概是凌晨一 我們玩到兩三點吧 對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半夜比較 本來以為說半夜比較少人會來 就是來零檢 還是怎麼樣 來關心 來關心 但是我們還是遇到了 那我要一個一個講 我先講說這個不是噴漆 因為很多人就抹黑說 這是噴漆 會造成這種四容的破壞 你是幫忙洗乾淨 對 破壞 沒有我們就是拿一個模子 然後拿那個洗車的那個水槍 然後要噴一下 然後這個字是洗得比較乾淨一點 對 就會變白 所以變白了 然後就覺得說 好像有字在上面 但其實這個不是噴漆 這過幾天自己就會消失掉了 那我那天晚上就是去現場開直播 那天因為是很晚 我就凹一個朋友 我跟他講說 你能不能半夜帶我去基隆 你去吃那個基隆的魚市場 一個多小時之後 我開直播一個小時之後 你再來帶我 然後我們就是就定位了 我開直播 你看上面還有洗第一塊板子 五分鐘開直播五分鐘 就是剛好我們就是就定位 然後下架 器材下架 然後那個發電機材 那樣拉一下開始轉 五分鐘警察就來了 超快的 你直播太熱門了 沒有沒有 五分鐘 直播熱門也不可能 五分 基隆市警察現在都看 視差貓的直播 過五分鐘警察就來了 然後警察你看 然後旁邊就停個警車 然後他就在旁邊 然後我們就問說 所以是有違法嗎 還是不能洗 那我就直播再拍他們 那警察就是也沒有講說 不可以 也沒有講說你們有違法 然後我們就說 那你不講話 我們就繼續洗 然後他們就在旁邊看 然後其中一個就一直在打電話 我看他在旁邊一直打電話 一直打電話 也沒有阻止我們 但是車子就停在旁邊 然後人就越來越多 一開始兩個 最後變四個 最後就四個警察 然後我們最後那一塊區塊起完 就說那我們可以離開了嗎 然後警方就點點頭 我們都下一個點 那下一個點 然後警察又 又跟來了 又過去 反正就是警車要嘛 就是在附近繞 要嘛就是一直跟在我們後面 那最後就是 我這樣直播一個多小時之後 我就想說 那個我朋友就是吃完宵夜了 那我就直播一個小時差不多 那我就停了 那我要回去 你們加油 那我就沒有坐他們的車 我就在路邊等 然後一台警車就在旁邊 就在旁邊 然後結果一直到 我上了我朋友的車說 好 我們要回台北了 結果警車就跟在我們後面 我想說 沒有 因為他要確認 你到底是上了交流道 還是你又繞到別的一個區 什麼安樂區什麼區 在基隆市轄區範圍內發生意外 保護你 然後我還打電話 我還打電話跟那個抱怨說 有一台警車跟著我也 我就跟那個拆樑小組 他說我們這邊也有一台 我一直到上快速道路 他們才沒有跟上來 但是這件事我又不敢 就是直接寫文章來抱怨 因為我怕寫文章 人家說他剛好巡邏路線 我就剛好在他們前面 好巧喔 對啊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我們就問他們說 為什麼會忽然跑來那個 林檢我們 他就講說剛好路過 好巧喔 陳玉珍也是剛好路過 現在都已經路過 他們就說剛好路過 所以可以五分鐘就倒查 然後呢 他們不知道是 剛好要走我這條路來怎麼樣 反正就是跟在我後面 一直到 我就一直跟朋友講說 我們 他跟在我後面 你不要違反交通規則 不然會怎麼樣的 但是跟到上快速公路說 沒有沒跟了 那隔天 因為那天晚上是 那個禮拜五 禮拜六就是半夜 然後隔天是假日 隔天 所以這是我們晚上在那邊洗的 那個地方直播的畫面 然後一大早 10點11點 那個現場就有人傳照片 回來說 洗得好乾淨 全部都被清掉了 洗得好隨便 真的要乘遍洗 我們致命成員才會滿意 他只要看不到那幾個字就好了 所以他講說就在家裡面附近 然後要去噴 看他們要怎麼洗 幫我們把地洗乾淨 對 然後就給他清掉了 清掉的時候其實就是 他們在網路上帶一個風向 就是說 這個拆糧小鼠很過分 這樣子害他們就是清潔人員 六日還要加班 去清掉他們就是刷出來的那些字體 所以其實在昨天晚上 那個拆糧小組 他們有發一篇文章說 他們就是最後一次出動 然後為了避免造成 清潔人員的負擔 他們把之前所有洗的地 他們都自己給他刷掉了 是喔 對 他們昨天晚上發文說 他們就自己把之前刷的都刷掉 不要再造成那個清潔人員的 因為基層人員辛苦 因為雖然說是要那個宣傳嘛 對 然後結果最後害到基層人員 這樣也不好 所以他們就自己全部刷掉 沒有刷掉 因為還有一些漏網之魚 他們就全部刷了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們是很清楚 然後他們現在還差 一些那個連署的分數 然後我還是要講一下說 就算達標了以後 因為達標之後 下一個階段 他會有40天的審核期 對 這14天的審核期 還是要一樣繼續衝那個分數 因為我們看 這是我之前做的資料 我之前就是對各個罷免案都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我做他的統計 你可以看一下不合格率 通常都是10幾% 20幾% 然後你看15% 24% 19% 所以其實都要抓個10幾 20%的不合格率 就是要把分數再衝高一點 要衝高 算他好像是3萬份 所以如果是抓20%的話 不合格率的話 至少還要再多6000份起跳 如果是抓30%的話 可能就要到9000份 然後所以其實就算 你就算達標 這剩下40天 還是要繼續加油 繼續衝分數 因為他有補件期 還可以再補件對不對 補件期是 他有40天的那個審核期 然後他有10天的補件 所以就是還有50天 還有50天可以再繼續衝這個分數 因為罷免的部分 這個謝國良他自己有一些 各人作業各人搭 就是說他在基隆的施政的部分 然後包括這個拆糧團體 他們在路上 現在還在持續的 要爭取這個連署的分數 可是就遇到了某一些刁難 那還包括什麼 包括是因為罷免 如果說謝國良 他是走一個比較低調的路線的話 那是不是稍微想要平息 民怨 但是在這一塊的部分 如果有人幫忙天彩火 是不是也會害到謝國良 來川哥我要請教 許小新他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還是昨天 好像看起來像昨天 他在參加李明顯的節目 有一個網路節目 然後在那個節目上面 他講說沒關係 你們要用這樣的方式 這個因為其實國民黨覺得說 你們綠營也參下去 有一些議員也在幫忙 射連署站等等的這一個部分 不要緊 我也來動完 我們這裡立委的部分 就是52加2 54席 然後包括縣市首長 我們還有一些 地方比較有知名度 或是口才比較好的 這些議員都可以幫忙 我們全部都可以殺到基隆 我們都可以去休息 我們幫忙謝國良 我不相信這樣 我們打不贏 他有問過謝國良 你確定謝國良 希望他們都去 這是一個好問題 而且為什麼要在這一個時間點 許小新人有夠壞的 有夠壞心的 他在這個時間點講這個話 不就是幫忙 現在火怎麼想要花火 趕快再添幾根柴火進去 不是嗎 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霸良的這些活動的這些單位 他們在基隆是會辦活動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 叫許小新的說話 可能國民黨會去拚上 國民黨這些民眾黨 總共六十二的 可能會全部壓基隆 這如果拚下去就很差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就欠連署書而已 兩邊倒吹一下 許小新倒吹一下 總統完 把整個基隆市整個 兩邊都油營好了 這樣可能就流下來了 你知道嗎 謝國良 很多案 現在都要去用什麼 去用偵查 什麼被告 他治案變真治案 有那個土利的 有什麼強盜 一大堆 這些大家看媒體的都有 今天再說兩件 這條基隆轉運站 這條來 這有什麼特別的 這基隆轉運站在創什麼 因為旁邊是火車站 火車站出來之後這有公車 這裡還有國道客運 我們知道很多基隆的國光號 國光客運來到台北車頭 也有到南港車站 也有到市政府站 市政府 中校東路那裡也有 好 來 就是說這一些 對這裡可以直接直打 國速公路 國道1號 這樣下去 所以這裡弄了 林佑昌弄了一個 國道的這個轉運站 這些基隆的轉運站 因為旁邊要到火車站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 各位這個駕頭 我們駕頭去我近年 各位駕這裡 叫一個謝國良選舉的項目 代表這是選舉的時候去買 對不對 謝國良一盒在這裡 在這裡 一盒在這裡 代表謝國良在選舉 這個轉運站就起了差不多 剩這裡而已 剩這什麼地磚 還沒用好而已 好 這趕快了 這趕快了 去年 我們以前年 前年12月上任的 去年的這個一月 他們問他說 大概幾月可以完工 謝國良說5月 去年1月的時候 他說5月 去年到23月的時候問他 他說已經完工99%了 可是還要再一年 為什麼99%還要再一年 已經完成99%了 剩下1%為什麼要一年 1%就是這個大家看這個 這裡 就把這個泡泡的擁有而已 可能裡面有一些水 什麼擁有的就差不多了 去年3月問他 到了去年的12月底 大家問他說 你是當季嗎 他說明年的5月 就是今年5月 今年5月 現在他又到6月 變7月 7月1號說要啟用 這麼簡單的工程 他有辦法沒這麼久 因為他無心事政 各位知道這旁邊的東岸廣場 這裡這個東岸廣場的附近而已 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要把這一些 這麼好的設施拖這麼久 第一 你要用雞人 譬如說你要顧小朋友 什麼小愛爸爸這個有沒有 基隆有一個美術館 來 這個叫基隆美術館 這個叫基隆美術館 全部都要娃娃 這娃娃叫做大魯格 大魯格是 大魯格是謝國良 他們家族的 因為現在負責人 我們沒有錢 最早的他們哥哥 這個大魯格相關的富士人 相關的大股東就對了 你怎麼會把基隆美術館 創這麼多紅子在這裡 怎麼不行 小朋友喜歡紅子 不是 你是美術館 那不是兒童育樂園 不是兒童樂園 美術館 美術館 如果你們台南美術館 門口創這個會叫美 有沒有 兒童館有啦 兒童館可以 氣氏不一樣 就是一些小朋友 湯姆龍 湯姆雄 有那種對不對 對 可是這一個展 你說他用這個來 用這個在新竹展過一次 就這一樣 蠻像的 然後這裡新竹展完 就拿來基隆展 謝國良你都不避嫌 這算你們家族到大股東 這個公司在用的這些東西 你就不避嫌 沒有 而且你如果要用 不要有人用來美術館 童館都沒有那個小孩聚集的地方 一定有的 一些公司 什麼一定有的 你要拿這個來展 我也沒意見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搞到美術館去 這樣看完之後 大家看到基隆美術館的印象就是這樣 各位 現在在看電視的 基隆美術館門口就像這樣 這對嗎 美術館要嘛就這棟建築物很有特色 很有特色 你看台南的美術館你當白色的 有的那些很有特色 進去也有版展覽嘛 新百姿的印高壓 現在有一個美術館 不知道用好嗎 那也有一個陶瓷的什麼美術館 靠建築取勝 或者是靠裡面的設備取勝 你如果把它用到像這樣 很商業的空間 然後用這種塑膠的這種娃娃 又是跟自己家人的那個有關 為什麼謝國良你什麼事 都叫青山有關 真的 你想想 東岸廣場也是叫青山有結婚 那什麼飛飛也買場叫幸福水泥 也是青山有結婚 電動機車 萬個高高 萬個中華汽車 萬個光陽 都沒有第四經 第五經 第六經 為什麼就做自家 這也是青山 楊寶貞投標城市代言人 也是青山 楊寶貞結束後 現在還要叫一個王宏 叫一組王宏 兩三百萬的 那也青山 可是楊寶貞還沒結束 楊寶貞的約要到明年 還沒結束 剛開始他又在花另外一筆錢 五月只做一件事 按照KPR我們有看過 他的KPR一個月是不是要做四次 那他五月只做一次 拜託這十一萬 一個月十一萬 請扣掉四分之三 給他四分之一就好 這要檢查的 楊寶貞光昨天就一次搞兩場 什麼意思 敢進度 這張參加之後這張 沒有人這樣 謝國良你不要現在 每一項爭議 基隆市的每一項爭議 在你謝國良手中 都跟廠商有關 可是楊寶貞說 川哥你盯得不夠仔細 他有去什麼 室內兒童樂園 這個兒童樂園跟你剛剛那個很適合 那組是自己走的 先穿用美術館 好 來 然後他說流民船隧道 就是那個蝙蝠會下蛋的那一場 還有一個街舞大賽 有一個愛雨搖滾的音樂技 有朝響市集 有孕婦補助 特殊需求 牙科等等 他都有參與 你算的KPI不是這樣算的 他算的狄你不一樣 好 來 這樣很簡單 現在大家網友輸入楊寶貞 教他講的那幾個話 楊寶貞流民船隧道 楊寶貞什麼 楊寶貞什麼 看有沒有新聞就知道 如果你去參加 你去當代言人 當光光的什麼宣導大使 結果你去參加完了 媒體都沒報 那怎麼算KPI 你總不能走去廟口 吃一碗麵 去一項相片 說我有去宣導 我也沒有在你的臉書看到 也沒在你楊寶貞 跟個人的臉書 或者是你的粉專 看到你在宣傳基隆 或者在基隆相關 跟觀光有關的網站 看到你在宣傳基隆 你現在不能跳出來說 我都有這一些 這相片你不能後面補的 你參加完活動 你是一個觀光宣導的大使 或政策宣導的大使 你參加完 外面都不知道 這樣很失敗 這個KPI要扣分 對嘛 真的 你真的參加完 大家都不知道 你有去參加 那你就是一個錯誤的宣導 就是說你就是在觀這個KPI 基隆市政府的公務員 楊寶貞這條的驗收 你們一定要特別注意 照片不要後傳 就是說你去 然後有活動 要嘛就PO各式各樣的臉書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社群媒體 然後讓大家看得到 否則 我沒辦法去檢驗你有沒有達到KPI 而且基隆市民把錢付給你是一個 莫名其妙的事情 其實大家有在上我們節目就知道我們節目常常不按牌理出牌對不對 我有一個追家庭要考考大家 基隆的人愛市場有奇怪嗎 一片靜默怎麼辦 基隆好玩的市場太多 我不確定哪個是人愛 那個人愛市場也是在廟口夜市的附近 然後我覺得其實當過議員了 應該都可以回答這一題 那我先請教俊憲委員 這個是基隆立委林佩祥 他在大院質詢的時候 他質詢的內容說 你看現在 立頭恰恰恰 體感溫度高達三十七度 所以他要幹嘛 他要爭取仁愛市場的冷氣經費 這是他的講話 他講說一個市場三十幾年 冷氣都沒有換過 我有疑問 請教一下市場的冷氣的經費 是中央的嗎 這不是市政府應該 這不是要去市場找嗎 可是他說沒有換過 表示原來就有冷氣 現在有冷氣 應該是 好像有 好像是現在有冷氣 對 但是很老舊 所以可能不會冷 那這個是要跟中央討嗎 你地方要做吧 我中央全國多少市場 我們每個市場都在說 二十七億電動機車 可以買到排冷氣 對啊 可以冷到你進去裡面 穿羽絨衣 我跟你講 所以我就不理解 那我為什麼剛先問仁愛市場 因為仁愛市場 其實是基隆的一個 蠻熱門的觀光點 我常看那個YouTuber 他們去吃播什麼的 其實蠻常進去的 那有各式各樣的海鮮 貓貓你不用三更半夜 去吃看媽丁 這邊也有 這邊你看 十五間仁愛市場 必吃週邊美食推薦 一次吃爆十二間 三十隻蚵仔蓋飯 看了有沒有很吸引人 但是這樣一個市場 它列為觀光景點 很多人會去那邊吃 會去那邊打卡 那個經費都沒來 那阿苗這經費沒來 要問什麼 通常我們是這樣處理 如果說是我們台北市的公有市場 第一個一定是先找台北市 產發局市場處 市場處如果說沒錢 那只好問他說 那你市場願不願意 明年增列這一筆 修繕的經費 如果說市場也不願意 還有一個方式去請市場處找找看 中央有沒有列計畫型補助可以申請 可以爭取 因為每一年中央會有一些計畫 比如說經濟部可能會有 振興這個所謂的市場經濟的計畫 那有一些費用可以去申請 不過你要看是什麼用途 像比如說中央就曾經 我幫我的選區爭取過 我選區裡面有一個成功市場 那要做這個行銷活動 沒有錢 市場處理說錢不夠 那我們就去找經濟部 看看有沒有發現有一個 專案補助傳統市場行銷 那我們就幫助他們 這個台北市政府自己要去講 說我們這台北市這裡有一個市場 那請經濟部能夠幫助 這個是叫做SOP標準的 標準的啦 今天基隆人愛市場 我坦白講林沛祥他這樣問 我覺得是沒頭沒尾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如果立委要介入 這個人愛市場冷氣 他可以召開一個協調會 然後找誰來 基隆市政府要來 因為他要先釐清基隆市政府 你到底有沒有經費 可以改這個市場的冷氣 他也可以邀請經濟部來 問經濟部說 你有沒有這種類似的計畫 但是絕對不是為基隆量身打造 因為其他21縣市會跳起來 你說經濟部 你怎麼獨厚基隆 那其他事件是說 這樣有問的 大家都來問嘛 所以他一定是有一個常態 對於全國22縣市 都開放的一個計畫 可以去申請 如果說經濟部有計畫 結果沒申請 誰要打屁股 基隆市政府要打屁股 因為這個是基隆市政府 才有權利去跟中央申請這個錢 立委沒有權利去申請計畫 因為立委你是個民意代表 議員也沒有權利去中央申請計畫 是市府才有這個權利說 我現在旗下有這些公有市場 中央如果你有補助 我申請 市府要寫計畫 就是這樣子 每一年現在 人家之前藍營在炒 統籌分配款 我跟大家報告 除了統籌分配款之外 另外還有叫做一般補助款 就是比如說這個什麼幼托 這個租屋補貼 這一般補助款 還有一個叫做計畫型補助款 所以我剛剛貴也給我們看到 這個林佩祥立委的質詢 我很訝異 因為我跟他不認識 我不知道他以前到底有沒有 從事過什麼樣的公職 我不確認他以前是議員 對 他當過議員 他是議員 那我就覺得 他把立委這個職務做小了 而且他媽媽還當過市長 他把立委這個職務做小了 他的總質詢 面對院長的時候 結果他是在談一個 其實立委開一個協調會 可以解決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很可惜 今天基隆要發展 基隆的攤商也好 仁愛市場的攤商也好 市民也好 希望有更好的未來 不是靠這種 把協調會就能做的事情 丟去總質詢 浪費時間的這種立委 你要靠的是有能力的市政府 他有能力幹嘛 第一 他要擴充地方上的裁員 所以他要有能力去跟中央 搞清楚這些計畫之後 叫他底下的市府公務員 好好地寫個計畫 去把中央的計畫型補助款 跟一般型補助款都拿到 這才叫做有能力 不然的話 你說今天如果一個立委 質詢一個市場 這不是陳建仁 對不起 卓隆泰院長 他就好啊 錢包打開 那我跟你講 這事沒完沒了 113個立委 包括甚至不分區的 都來要一直不斷地要錢 然後有些縣市跳起來說 怎麼他有我沒有 整個國家制度就亂掉了 所以基隆的市民 要睜大眼睛看清楚 不只選市長要看清楚 選立委要看清楚 誰到底是有能力 可以去解決問題 還是說 只會做一個秀 然後剪一個短影片 就來騙你說 他有在做事 那我覺得如果是說 只要選到這種 只會做秀 只會選短影音 真的是真正會妨礙了 基隆市的發展 來委員是不是要補充 對 就是阿苗剛其實 我要提 我要補充到阿苗剛有提到一個重點 要基隆市政府先送件 對 中央有這個件 那通常地方政府會請托立委說 幫我們去中央 push一下 push一下 可能各縣市都有人在 要一筆什麼 征取 對 快來特來這裡 如果尊這給人家 經過沒有送件 中央就不可能給你這筆錢 不可能跟你 這筆錢突然間打電話給基隆市政府 這筆錢 去給你們 什麼人愛市場 裝冷氣 不可能 所以這個一定是都由下往上 所以這個地方立委 你如果要 幫市場要經費 你也要必須先去督促市政府 去商量市政府 你先送件 這個基隆市政府有沒有送件 不知道 不知道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否則他應該 所以卓榮泰就回答他 這個要地方政府跟中央 不是說你現在要來結束 就有這筆錢 你要先來給我 那經濟部他 他每年都有錢給一些傳統市場 他以前辦過一個專案 我記得好像不知道 我全國抽了不少錢 不知道十億還多少 例如 那我要給全國的傳統市場 那全國傳統市場很多 那各縣市就會比 比怕 比見 我們台南 我記得我們台南 那時候有一個東市場 他應該超過一百年 他就寫個 那就要評比 評比 那我們就去推 選上了 那經費才撥下來 所以市政府 地方政府 如果沒有送件 就沒有這個案 那你地方立委 要這筆錢 先去找 那個謝國良 謝國良要先送件 謝國良 他現在這個處境 什麼人害的 你說他的施政滿意度調查 是什麼人害的 是高宏安害的嗎 高宏安 因為高宏安太好了 高宏安太好了 害他變倒數嗎 這是2024元件的 施政滿意度調查 但是 就是因為在這樣的一個 氛圍底下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基隆市民 什麼都有意見 謝國良做什麼 做什麼都錯 什麼事情呢 我們看 來這邊有一個網友 他說 因為謝國良 他是姓祖的 他信的 天主教還是基督教 不太確定 然後他包括在質詢前 他都要求局處首長 要報告 對 所以他信仰是很明確的 然後他就說 像是中元節 中元祭 其實基隆的中元祭很有名 全國有名的 對 他說 以前都沒有市長敢缺席 這個叫做 開關看門 一個很重要的儀式 可是謝國良 他不來 他不來 然後我們看 另外一個網友 看到有人發這個 稀文之後 他就說 可是 為什麼在佛教的活動 都有看到他親自出席 不是 是之前的市長 林市長 另外一個 就是說 應該是林又昌 他說林又昌都有出席 那為什麼謝國良 有這種 這樣這種活動 他都不出席 然後就下面 再有一個網友 又回應了 之前兩個文 他說 他應該不是因為 宗教的因素 純粹就是因為懶 他說 你以為出席率 就已經數一數二的低了 他是因為懶 但是 晃哥我請教的是 那當徐曉鑫現在又在喊說 我們有這麼多人 我們有100個 我們去 嫁人 走會拚 我們幫謝國良來拚個輸贏 你覺得 歡迎 歡迎 非常歡迎 你是用謝國良的身分 還是用中年晃的身分 當然是用我個人的身分 就是說 所以我剛剛 貴雅你剛才提到 我就問你說 那徐曉鑫有沒有問過謝國良 因為你知道 這個禮拜 今天禮拜三 剩下四五六日 四天 這是連署的最後要衝破瓶頸的 因為這個禮拜的前兩天 大概每天都是1000份 如果照這個速度的話 到星期天 我估計大概可以收到 大概三萬3000份左右的連署書 那就已經符合 山海公民猜量行動 他們原本的預估 因為法定是300792 30792份 他們要準備多3000份的優比 好 那現在因為還差一點點 那如果說 徐曉鑫他們這個 我覺得朱立倫要聽徐曉鑫的 你就動員國民黨 52加2 最好民眾黨巴西也帶去 然後你們所有的縣市長 縣市議員 最好200個大軍 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就開到 基隆市的大街小巷 然後全部宣講 不要啦 現在就去啦 不要等到禮拜天 心情還沒用 明天早上 一早就上班 各大路口開始站滿 比照總統選舉 然後民進黨也動員 大家來基隆大PK一下 我覺得很好 問題是 你有問過謝國良的感受嗎 謝國良願意嗎 謝國良現在真的很想 很想要跟徐曉鑫 先跟他類似 我跟你說 因為我跟你講 謝國良這個罷免 導火線是2月1號 就是那個東岸廣場 可是中間有一段時間 其實他是冷卻下來的 什麼時候又開始被點起來呢 清鳥行動 所以當時清鳥行動的時候 我記得我在第一次清鳥行動 就5月中的時候 我就告訴謝國良 就你 明天拿一個手板上面寫 沒有討論 沒有民主 你這樣子 你才能宣洩怒氣 結果沒想到呢 謝國良沒有聽我的 他一定以為我在害他 其實我那是真心 我沒有反串 因為這個時候出現一個現象 課金阿公阿嬤 錢沒有地方捐 捐到罷免謝國良的團體 所以他們的募款 一天多了好幾百萬 然後呢 很多人需要一個宣洩的管道 那等到月圓茲他們是明年的事情 太陽光了 慶祭打開會有冷氣 現在有一個現成的謝國良 肉在店頭 這塊肉沒給他捐到 我要捐到哪一塊 所以謝國良 其實他今天一方面 除了他自己造成因素之外 一方面他要怪 許曉星要怪陳玉珍 因為他在幫他們 分擔他們的怨氣 他們造的業 結果謝國良在單 所以今天這是謝國良 所面臨一個非超支在擠的問題 當然他有很多超支在擠的部分 比如說剛剛講到那個 說要裝冷氣 我就隨便舉 除了電動機車27 27太遙遠 基隆私政武最近花了多少願望錢 楊寶貞花了一百三十幾萬 一百三十二萬 一三二萬 對不對 然後還有 找一堆網紅要行銷基隆 又是三百萬 對 這兩人加起來四百幾萬 四百幾萬到菜市場冷氣 有夠錢嗎 有夠爭嗎 差不多 差不多 應該夠嘛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這些錢 就黑白開 你根本在亂花錢 而且你知道 楊寶貞這件事情 對年輕人來講 我覺得那相對剝奪感很重 剛剛桂亞給我們看說 楊寶貞說我的業績有多少 對 他其中一個業績 這個我覺得這是詐騙集團 叫特殊牙科的牙醫的醫療 你知道這個很棒 因為有些 有些人可能他不 因為其實 百分之九十九人 都很怕看牙醫 那有些人特別害怕 或者說行動不方便對不對 好 這是用意很好 但是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說要詐騙集團嗎 因為根本沒預算 沒預算要怎麼計畫 要怎麼做 只有計畫 沒有預算 有這種東西 不是有計畫沒有預算 可能過幾天 林佩祥就會拿這張手板 要去質詢 從龍太說 這個要不要補助一下 我們有計畫 可是沒有錢 我們有節目 可是我們沒有經費 來賓都零元 贊助 可不可以 我先走了 這個預算多少錢 其實也不多 也不過才1600萬 1600萬 你27億都可以花 這個1600萬 然後你叫你的政策 推廣大使 然後弄一個漂漂亮亮的 背板開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結果有計畫沒預算 我知道這是一個手法 先請推廣大使出來開記者會 然後民眾就很高興 說阿五級 下半年真的要審明年預算的時候 他把它編進去 然後他跟議會說 這你不能不通過 因為我們已經宣布 這個是組合權就對了 就是先斬後奏 因為我已經跟民眾講了 如果議員你刪掉的話 民眾會反彈 那你屆時就看哪一個議員 敢監督這筆預算 你基隆 謝國良如果覺得這個事情很重要 你可以追加預算 你可以追加 但是你現在也 就是弄一個計畫 然後楊寶貞的KPI是多少 我們大家算出 他平均一個月薪水11萬 對不對 來我來告訴他11萬有多好賺 以上資料是基隆市議員 張志豪跟張浩瀚 從他們臉書 因為當時他們的簽約是 楊寶貞在個人的社群媒體 要分享推廣基隆市的政策 所以他們從他的臉書去找到 結果發現5月份轉貼了一則貼文 11萬入袋 6月份吳貞 你一個禮拜直播幾天 好多天 你是直播多長 你是一兩個小時 那你真的遜了 楊寶貞6月份到目前為止 今天6月26日 只拍了38秒的端影音 38秒 11萬又快要落袋了 吳貞 我覺得你應該 要不要換個政黨 我們愛台灣 也就是說 光五六月這兩個月的KPI 很多年輕的朋友 特別是跟楊寶貞一樣年紀的人 你們辛辛苦苦工作 我相信一個月月入11萬人 應該沒幾個 結果這樣子輕輕鬆鬆 然後呢 還更誇張 他現在不是在友台有一個節目嗎 就發現他宣傳他友台節目的次數跟頻率 比幫基隆市政府做市政宣導還要多 這樣子一年一百三十幾萬 我不曉得這個預算到底要怎麼合銷 因為他這個是採購標 因為楊寶貞不是公務員 他領的不是所謂的人事費 他是採購標 採購標是要經過決算的 你到時候這決算你要怎麼合 請問你要怎麼合 你根本沒有達到你設定的KPI 所以我覺得基隆市 謝國良現在面臨的問題是 他自己的問題 他無法解決 然後又有一堆 這真的叫豬隊友 在幫他煽風點火 一直在吹這個罷免連署最後階段的熱度 我覺得很棒 徐曉星說到說到 明天早上八點鐘 我要看到你站在基隆市的交通要道 拿個牌子說反對罷免 反對民進黨霸凌謝國良 那這個方倫 你覺得就是巧心現在的這個想法 會不會變成一種傷害 那再來是楊寶貞的那個 你是滿羨慕他的 會不會很羨慕 原來可以宣傳自己 你告訴我我今晚幾點幾點 不是在宣傳基隆 宣傳自己的比例進來還比較高 然後薪水照那一些 那個報酬照樣的入貸 可以嗎 分兩個一個一個來 首先先講剛剛的巧心的說法 我會認為其實巧心是告訴國良說 你放心不管怎麼樣 今天倘若是過關了 來贏我們這些民意代表 或者這些我們有知名度的KOL 都願意去支持你 你需要講什麼 我們都幫你講出來 你需要做政績的宣傳就說出來 那我相信這一點 不管是韓院長也好 甚至到什麼民意代表 其他縣市大家都會去支援 可是這個時間絕對不會是在現在 這個時間絕對不會是在現在 而是在未來如果真的 這個案子成案了 真的要去投票了 那大家雙方不要說說 因為我講一個 之前罷韓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對方一直在不斷地Push 不斷地推進的時候 我們選擇冷出力 我們選擇只宣傳我們的市政 然後沒有去做其他的多的動作 造成的結果就是會讓一方的聲音 被無限擴大 而巧心的這個行為 就是告訴謝國良 就是告訴整個國民黨人說 今天如果人家真的過關了 真的有這樣一個 百分之十幾二十的這個力量 願意把這個聲音拿出來 轉化成實質的投票 那要不要現在啟動 我不認為現在需要啟動 早點啟動 對啊 我真的不認為現在需要啟動 張庭要趁早 沒有沒有 先把話講出來 我也可以講 就是國良市長有需要 我們都可以去幫忙 這一點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在時機點 什麼時候該出發 什麼時候該啟動 再來 講到不管是保真也好 或之前講什麼安心也 代言的費用 其實這就是謝國良 他在選市長的時候 他一直希望去做的是 行銷基隆這個城市 那行銷的這個城市 我說老實話 你說保證這個所謂 100多萬的這個行銷預算 純粹看行銷預算 好像月薪除起來蠻多的 可是他其實要做的項目跟內容 也蠻多的 包含他們自己的什麼親子館 一些活動等等的 那要去做 我覺得今天 剛剛晃哥講說 他要拍一個什麼30幾秒 38秒 短引音 或者是說他5月份只轉跌一則 這些都是可以公平 這些他都應該要被challenge 但是也透過這樣的方式 告訴大家說 基隆真的很認真 在想辦法行銷自己 那如何把基隆做得更好 這是謝國良 現在要在媒體上也好 在現實上也好 告訴基隆市民 因為到最後真正有投票權的 不會是你跟我 是真正在住在基隆的 有投票權的市民 所以他這個KPI 要盡量的展現 而不是說錢花了 但是沒有看到 一些比較具體的成果 那貓貓的部分 我們講到這個罷免的這一塊 我們先來看看 比較特別是 現在國民黨還要繼續推 推什麼說 我們就把罷免的門檻提高 不就沒事了嗎 我的桂冠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說下禮拜有意思要推 可是 內部 不管是國民黨 或是他們的好朋友 民眾黨 大家意見瞧不龍 看意見不龍的部分 高金素媒說 他是無黨籍的 他說我不支持 不支持提高 不支持 再來是麥玉珍 民眾黨他說 我已經跟其他來問我的表達 我會投反對票 以示他也是不贊成的 包括牛許婷 比較年輕倍 也是新科的立委 他講說 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到底要怎麼跟人家講 你總是要把這個修法的正當性 講清楚 不然我要怎麼解釋 我解釋不清楚 我是被罷免的標的物 你不要害死 他他滿少的 你不要害死 那還有一塊比較妙的 不曉得阿苗有沒有掌握 等一下可以來補充 這邊我們看到的是 說民眾黨 你去補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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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 不理個 有些人講說 那我們 我們就朝民眾黨的議員去 這邊講到說 包括像是誰 因為是在社群裡面 有人發起的在討論 那不然學姐黃靜穎 不然林真宇都有被點名 那柯文哲說什麼 柯文哲說 不需要特別提高罷免的門檻 變來變去很奇怪 那蘇清泉他也有受訪 他說一個十萬票的立法委員 結果你七萬多票 就可以把他罷免掉 這樣是不公平的 謝謝 陳柏惟謝謝你 謝謝你 此來的公道 因為陳柏惟就是這樣的情況下 被罷免的 來 貓貓你觀察到的狀況 是這樣 因為其實這一陣子的 七鳥那邊的活動 我都有去 那我去那邊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是對 主要都對黃國昌 有大量的怨言 我去那邊 大家無非就罵三個人 黃國昌 傅崑 徐巧欣 連柯文哲都沒什麼人要罵了 你知道 從頭走到尾 幾乎沒人提柯文哲 你這樣講他會難過 大概就兩個人 他已經都把希特勒搬出來了 就是不能讓有人罵他 就是因為你這句 他才出來開記者會 對啊 連罵都沒人要罵 從頭走到尾 大概就聽到兩個說 柯文哲 要罵一下柯文哲 其他都是黃國昌 你看 可是因為怨言很多 所以其實大家對民眾黨 現在仇恨度很高 但偏偏民眾黨就是 都是不分區 你就是動不了他 所以其實很多社群就是說 我們要不要找他們的市議員 從那邊下手 就是發洩怒氣 那關於這一點 其實剛好在兩年前 我也沒想到兩年前做的圖表 剛好可以拿出來 就是當初那個2022年選舉完 我統計民眾黨 他們總共選上了 一百四十幾個參選吧 總共選上二十幾個 但是後面鄉鎮里長那些都不要 市民代表就不要理他 然後大概就是十來位的 那個縣市議員 對縣市議員大概就十來位 所以如果要罷免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有些 才什麼三%多的票數啊 這種東西看起來是比較好罷免的 那我個人這些人呢 對我比較有仇就江和素 所以如果台中 台中要罷免他的話 你會去幫忙 我每個禮拜都去個一兩天 去拉票好不好 所以這有十幾個 這要小心了 就是如果黃國昌 居一直拉仇恨的話 我覺得那幾個 什麼三%五%的 你說你跟江和素有仇 那如果江和素又跟別人 有一些什麼樣的聯盟的互動 你會再擴及那個仇恨度嗎 因為江啟臣最近有跟江和素合體 這樣嗎 有啊他之前去幫誰站台 我們就去一起戳啊 對啊我們那個時候有戳 我跟小商人嘛 那個時候有去戳啊 所以江和素 如果也有人要發起 可是他的門檻有點高 他11% 特標有點高啦 對但是如果有人發起 我會可能每週都去一次 然後其他的什麼3%5% 我覺得真的要小心了 可能真的你們要內部 你不要勸一下那個黃國昌 不要再一直這樣子製造仇恨 不然的話真的很容易被 那個罷免到你們頭上 但這個部分應該是蠻 就是說議員的部分 有聽到聲音嗎還是還好 我覺得這個是一種 民怨在尋找出口的過程啦 因為民眾黨他把洗都不分區 不能罷免啊對不對 我覺得這一點 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因為最近黃國昌在講說 大法官要受到民意的檢驗 如果連大法官都要受到民意的監督 看他要不要先把這個 選罷法裡面 關於不分區立委怎麼處理 這個國昌老師要先國會改革一下 可是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藍白什麼時候在乎社會觀感了 他們開始在乎了 那個門檻拉高的部分 鄉鄉 他們不是拉高之後 就是免死金牌了嗎 真的你要罷免 他就真的非常非常困難了 可是他們現在好像有一種洗心革面的氣氛 這個以前有一句話啦 防民之口勝於防川啦 意思就是說 如果當民怨正在沸騰的時候 你光是圍堵喔 其實是沒有用的 現在提高罷免門檻 其實就是在圍堵民怨嘛 可是圍堵民怨 剛才已經講了 有人說那不然找這個民眾黨的議員 來做這個民怨的出口 那明明奇怪黃國昌造的業 為什麼是林甄宇來單 但是如果民怨真的高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去講這些人家是不會聽的啦 而且說實在的 與其擔心罷免議員喔 不如擔心說因為議員選舉 實際上2026年就來了 其實選舉逐漸進了的時候喔 會不會變成是 下一次的選舉 民眾黨所提名的候選人 每一個人都要來單黃國昌造的業 有可能嘛 因為你是政黨整體品牌的問題嘛 所以這個罷免門檻 如果說 藍白真的把他聯手上修 我覺得這簡直就是民進黨的天菜 你知道嗎 就是說對民進黨來講 下次選舉 他只要打一件事情 他就說 你如果投給那個藍的 讓他上了 那他以後就騎到你頭上 就是這樣啊 因為以前你就投給這些人之後 他馬上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讓他自己不會被罷免 對不對 我們選 人家是要來選做我們的管家 要幫我們治理這個國家 結果變成是選你之後 你騎到我頭上 變成人民的主人 那這個 光是民進黨所有的議員 所有的立委 光是打這一點 我看藍白都不用選 所以我希望 國民黨裡面的歌派 要努力發出聲音 今天我在社群上 看到有人說什麼 測量黃國昌質詢的音量 高達80分貝 這個就是把歌派的聲音 都遮住了 把黃珊珊的聲音也遮住了 然後把國民黨內 除了黃復興以外的 其他歌派聲音 通通聽不到 這是一個危機 那你自己的選情 陷入危機的時候 確實也沒有辦法期待 黃復興來救你 那柯文哲的態度 因為有關於事件的部分 那我又要請教 原來這個擴權法 今天生效了 可是人 我們會很擔心 他們到底有沒有什麼動作 第一個喘你許貴 中年後你第一個 大家都會怕怕的 來 那我們看 這邊柯文哲講 他說 會使國家滅亡的 不是天災瘟疫 而是瘋狂的領導人 希特勒就是一個例子 賴清德對號入座 因為其實我看到總統府昨天 其實有回嗆 有回嗆 然後他說 希特勒是民主憲政體制產生的 因此民主政治需要制衡 他把賴清德總統比喻成希特勒 請教一下 希特勒是代表什麼 是會屠殺人民嗎 還是說是極權 是獨裁 你怎麼看 如果是 如果賴清德真的是希特勒 你柯文哲 還可以在那邊胡說八道嗎 沒錯 對不對 要說希特勒 以前國民黨誰敢批評 對不對 批評國民黨抓去打抓去關 所以現在國民黨跟柯文哲 還在喊民主 真的是莫名其妙 如果台灣 以台灣人現在的民主水準 台灣不可能再出現獨裁者 你就是說在現在 唯一最大的風險 就是你國會 現在藍白多數 他通過了這樣的擴權法案 基本上 就是如果你侵犯到人權 那這個其實就是獨裁 剛剛我們不是在說 叫許貴雅去問 藍白或者叫中文去問 對 對不對 其實我可以回答 剛剛我們工頭 我覺得我們漏了 因為那個 那個小新的死亡筆記本上面的四叉貓 那個才是最危險的 好 如果你通過這樣擴權法案去問 以後被 因為藍白多數 只有他們可以控制 被他們叫去問的 幾乎一定都是反對藍白的 他會不會叫趙大剛去問 不會 不會 你說這種擴權法案 會不會傷害到人權 很簡單 連歐洲三位都表示害怕 那外國人在台灣投資 那保障在哪裡 那柯文哲有講一點 我是覺得 最可惡 他說 民進黨都沒來參與 他說民進黨沒有來商量 對不對 他說什麼 民進黨重複找 民眾黨 來商量法案 他起碼講了三次有 都在講這件事情 講了幾次 那很簡單 佐藏太 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去拜會各黨團 跟民眾黨 約了第三次 民眾黨才願意 來見佐藏太院長 那柯比黨 是比國民黨更大牌 行政院長 很誠意的 心隔鬼上任 要來跟你拜訪請義 這過去的政治民主風度 這通常黨團都會接 都一定會見面 雖然大家很多東西看法不同 但一定會見面 但只有民眾黨擺那種態度 讓行政院 約了第三次 他才願意見面 還有 柯文哲說沒有來商量 我請問 國民黨要把黨產討回去 要把東山拗回去 這個政府法案要商量 這法案是一定要反對的 對啊 結果他們居然缺席 技術性的讓他過了 他就定義 你掩護國民黨通過 請問這種法案 我還需要找你商量嗎 如果商量 是要拿什麼價值理念 也能拿上桌來討論嗎 那秦苑來那裡 柯文哲你就去保守國民黨吧 你就去做國民黨吧 我們提的 你如果立委 因為會接觸到國家的機密 你去中國 那你要報備 這報備又不是核准 柯碧也說 被擋了好幾次 這個也要商量嗎 這個需要商量嗎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他所謂的商量 請問 如果你必須要理念價值 我們是我們是不商量這種東西 如果你願意繼續當小 那你就去吧 我們民主態度是這樣 我一句話就好了 我幫柯文哲做個翻譯 剛剛講卓院長拜會黨團 那個沒尊勝 因為柯文哲在抱怨的 其實是什麼呢 這個板子上寫的 民進黨不找民眾黨商量 其實他在抱怨的是 賴清德從不找柯文哲 因為你去拜會黨團是黃國昌啊 那不是柯文哲 但說真的 就像具縣委員講的嘛 如果說都一定要去跟你講 你才知道要討黨產 你才知道要反對不當黨產 那這樣的商量 其實也沒什麼意思 柯文哲可以旁聽 韓國瑜請民眾黨團吃飯 柯文哲就去 吃飯就知道要去 探機會也可以溝通 對 吃飯就知道要去 要商量就不知道要旁聽 可是柯文哲 因為這個我發現張藝善 在那邊偷臭他 他說這個是很久以前 朋友傳過來的一個LINE的對話 記錄 他說起碼聽過柯文哲講十次以上 他是如何崇拜希特勒的 一個崇拜希特勒的人 然後把希特勒拿來當罵人的話 武哲人 你覺得他真實的內心世界在想什麼 很多人都覺得說 柯文哲為什麼要用一個很極端的 形容詞來罵 因為他就是要聲量嘛 他是要蹭嘛 他要贏過黃國昌 不然那個直播的流量 怎麼黃國昌那麼高 我怎麼聽會嫉妒啊 其實柯文哲的內心世界就是唯我獨尊嘛 他是世界唯一的神唯一的王 其實剛剛阿美也講到嘛 就是說柯文哲這種形態 就跟我們選舉時候碰到很多路邊的阿伯很像 他就是他也不跟你管你的政見好不好 然後你講東西對不對 這你的立場好不好 他說你選舉都沒有來拜訪我 你現在在譴責選民是不是 我沒有譴責 我說會有人有這種心態嗎 反正你只要沒有來拜訪我 你就是錯的 然後就開始每天湊你 柯文哲就這種心態嗎 覺得說賴清德沒有來拜訪我 可惡 居然沒有把我柯文哲看在眼裡 他現在就一路全力湊賴清德 連希特勒都講出來 但希特勒這個事實上是非常荒謬 因為柯文哲自己過去的言論說 哇猶太人被大屠殺 這個是他們國際上最大的宣傳 那時候被在台北的猶太協會罵耶 所以你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所以事實上柯文哲自己的言行 才是比較像希特勒人 我最後講一點啦 我們今天大概也沒有時間 去上歷史課 希特勒如果講一個特點 就要破壞國家的體制 本來德國是有威馬憲法 威馬共和嘛 希特勒奪權就要把這個 全部破壞光了 所以現在很簡單 賴清德總統提示憲 這就是尊重台灣的憲政制度 那到底現在藍白的態度是什麼 因為國民黨現在很多敵 毀大法官的言論嘛 說大法官是民意黨狗啦 說你提事件就是違憲啦 等等等等 沒有民意基礎啦 那民眾黨呢 因為民眾黨 我現在還看不到柯文哲的態度嘛 黃國昌說 大法官也要面對民意 我感覺有點恫嚇的味道 那不知道柯文哲立場是不是這樣 如果柯文哲你講出一句說 無論未來事件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都尊重憲法法庭 我覺得那還比較是個道理 柯文哲有說 他說大法官的公信力 是可以被信任的 對那這樣就是一個好 希望他不要到時候忘記了 那天的自己 希望他維持這樣的態度 不要去動搖我們的憲政體制 關於拆糧行動 現在已經是誰買了 最後的倒數關頭 成敗就要看 這個大概五天左右 六月三十號截止 聯署的分數有沒有突破 他的第二階段的門檻是 三萬零七百九十二分 那徐小新的說法 就算你們聯署過了 藍營還是有上百位的政治人 我們可以去反拆糧 要拆糧來了 他其實就是一個鷹派的作風 謝姑娘希望徐小新 繼續鼓吹罷免的話 柴良的團體 其實是會非常的歡迎的 跟晃哥一樣的心態 不過更多藍營的說法是 你怎麼可以在一年半 就考核人家呢 你起碼讓他擔完四年的市長 你們再來說 請教一下 你們在罷免黃姐的時候 罷免林昌走的時候 罷免陳部位的時候 你們有這樣想嗎 罷免不是為了這個 擴權法案在出口氣 因為在罷免之前 都還沒有這一些什麼 國會擴權法案這些鳥事 對不對 是後來才有的 那為政者 你真的要去思考的是 為什麼你的施政不得迷心 明天同一時間 鎖定星堂加油 我們再會